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SPA它的优势啊 它在那边有写说是最快的交易嘛 即时的确认 而扩展性在layer1算是蛮优势的一点 那 欧笑的工作量证明也非常的安全 算是超安全的网络 那 也克服了区块链的问题 处理的像是连接所有的策链 主要是Block DAG 解决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目前市值排名 它排名是53名 那市值的部分大概有将近7亿 以目前的币价来说 它这边算是串接到即时的币价 拿24小时的交易额 拿7天的涨幅 推特的粉丝 等等 其实在这个网站 这个中文社群里面 他们建构了这个网页 让各位可以快速的了解 这个CASPA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代币 以现在它的算力来说 已经16p了嘛 截止到今天8月31号 已经16p 等于说下个月很有机会再突破到20p以上 那挖矿的占比较到718 那下市减产的时间 它这边也注明了 在9月6号就会进行再一次的减彩 那下市的减产奖励 剩下174颗左右 那现在起伏最高的 R7率已经到了17.4p 就是应该是晚上 今天 今天清产的时候 应该有爬到17.4 好那现在它提供的交易所 算是也蛮多间的 因为有积极的 持续的在上交易所 做营销的部分 对比较著名的像是 库币啊 然后 Gate啊 抹茶 Gate交易所等等 好那钱包部分呢 它这边可以选择 你有R总可以选择 R总可以选择 看你是喜欢哪一种方式 去存你的加密货币 你可以用这几种方式去储存 然后像我这边是储存在桌面板的钱包 那矿 挖矿的话 NIC 它的Miner部分 它现在几乎每个都有资源 那矿池的部分也是 就这边都讲得很详细 它这个网站真的讲得蛮详细的 那矿机它讲 如何设定的啊 配置的部分 还有价格 它直接串介到冰河 那它的价格 那白笔出的话 它这边也有中文的白笔出翻译出来 好那今天 然后这边介绍一下那个 供链的对比 以那么多个八个头部的供链 我们来看一下 对照 看其实整体来看 CASPA真的是有优势 这八种来跟它比较的话 它是真的有相当的优势 它也没有预挖 也没有预售 它都是公平发售 等于说这两格 那加上还有莱特币 也是没有预挖售 都是公平的去挖矿 公平的大家要进行挖矿 才可以取得这个代币 那其他的都有预售预挖的部分 就是 CASPA 比特币 BTC 而 LTC 来特币 这三种 这切这三个来比 我是觉得 它引进有相当的水平的 S有相当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KS的历史 我们这边讲的蛮仔细的 真的蛮感谢 那个中文社群的 它做这些整理 那它从2021年的11月 主往上线 然后到了2022年的6月 那时候到了10T 算力到10T 一种算力叫10T 接下来到8月份的 开始准备要改写 那到了下隔年的2月 2月发布说 准备改写完成 那再来到4月 它就有充雄改写完成之拍 整体这样一路慢慢的走过来 到了8月 到了8月 现在8月底了 那接下来 它接下来还有一些 相关的交易所也要上市 所以其实 KASFA是还可以值得期待的 到了明年2024年的年初 我是觉得 到了年初 它的币价应该 起码啦 会在0.11以上 应该蛮有机会 上0.11的 以这样看 那我们就先记录一下嘛 以目前的币价的状况 目前的币价在0.03嘛 所以你是爬到0.11以上 对它来说其实 没有什么难度才接 那这次大概介绍这个 中文社群 他们开发了一个 中文网站 统筹了所有的 KASFA的资料 它在这边 有查推特社群 然后 瑞特社群 然后 第二管的电报 然后 Discord群 好那今天主要介绍 KASFA的 网页 就是中文区 建制的网页 如果有兴趣 可以点进来 查看 好那今天影片 就介绍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